大家好 歡迎來到犬哥網站 我是犬哥 今天要分享的是 Elementor 近期開發的一款 Loop Builder 簡直器 透過它 你將可以更靈活設計 列表頁面的佈局 當然還有更多的可變組合 稍後我會教你如何操作 影片記得看到最後喔 有關這個頻道是分享 網站架設的議題 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手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還沒有網站的話 下面描述欄有教學連結 可以免費學習自駕網站 我們也有提供 網頁設計和網路行銷服務 可輸入這串網址 點擊搜尋喔 Elementor 官方 在這篇文章也提到了 Loop Builder 這個功能 這個是屬於 Elementor 專業版的功能 你會看到這個工具 稍後會跟大家做介紹 再來這個工具 主要它就是把 原來我們在文章列表 或者是在商品列表 原來都是統一去做呈現 那現在透過這個工具 你可以把圖片 icon 文字 標題按鈕全部拆開 重新組合成你要的 你就可以做出 像是文章列表頁 或者是商品列表頁 客製化的布局 非常的方便 再加上如果你懂 ACF 或是Jazz Engine 這類的自定義 欄位工具 那你甚至可以在這裡面加上 比如說 以這個案例 有幾張床的icon 或者是有幾個握浴設備等等 的客製化選項 你也可以放在這個裡面 搭配Elementor 這款 Loop Builder 就可以做出來 好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布局呈現 稍後我們都會做分享 好那我們就進入實戰教學 那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Elementor 它原來在做文章的時候 它所用的工具 通常我們都會使用專業版的文章工具 我們把它拉進來 好預設它會長這樣的形式 你會發現它布局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上圖文字跟內文等等 那你要改它的皮膚 其實就是它的版型 它其實只有簡單幾款而已 再來就是卡片 卡片就是這樣呈現 那頂多你就是改改它的背景顏色啦 或者是標題要不要出現 然後按鈴要不要出現等等 就不太能夠有更多 這個文章列表版型的變化 於是後來 Elementor 它就開發了 Loop Grid 就是稍後會跟大家做介紹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接下來的教學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使用它 進行頁面製作 好首先先前往到 Wordpress後台 我們實際的 來操作這款工具 我們可以先到 Elementor 點一下設定 然後我們到 Features 裡面呢我們會看到一些 Elementor目前正準備製作的功能 像是Fractbox 已經正式發佈了 那原來它是預設值 你也可以點選Active 讓它直接使用 如果直接使用的話 它會是綠燈 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到的 Loop Builder這款工具 建議呢 把Fractbox這個功能開啟 它們能力會變得更強 好那接著我們往下看 我們直接找到循環 它其實英文叫loop 我們也可以呢 點選Active 讓它開啟 那目前預設值 它已經是綠燈了 代表預設值就是開啟的狀態 好完成後呢 你可以點儲存設定 接著呢 我們可以前往到 頁面 全部頁面 點選新增頁面 好這邊使用Elementor編輯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往下滑 我們在專頁版這邊呢 會看到Loop Grid 把它拉進來 這就是我們稍後會使用到的工具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用這個工具呢 會做出一個文章列表 那我們透過這個工具呢 可以更客製化的做佈局 首先我們可以先點選 創建模板 點Save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進入到這個模板專區了 那模板裡面呢 我們可以拉進自己想要的元素 比如說我可以把 特色圖片我把它拉進來 然後再來呢 我可以拉 文章標題 然後再來呢 我可以拉文章內容 包括文章資訊 那這邊這個工具呢 其實就是 你剛使用 Roop Grid 它所提供給你的能力 當然 我們目前是從上到下 去做一個垂直的設計 你也可以讓圖片在左邊 然後文字啊 標題那些都在右邊 去做這樣的排版 好那這個是原本在 Wordpress 它有一個工具 叫做文章 它是這個東西 它是做不到的 它只能 比較單調 它只有幾種佈局的呈現 那我們透過這個 功能 就有辦法這樣做 好那我們接下來做樣式的調整 比如說我們把 標題的字體調小 好那我們來更改一下 文章資訊 進去 好接著來調整一下內文 接著呢我把一個按鈕放進來 好透過按鈕呢 人家點擊這個按鈕 就可以到這邊文章 好那接著我們來做些連結的設定 我們點一下圖片 這邊有個連結 我們讓它選擇 客製化URL 那這邊呢它有個動態標籤 我們點選一下 我們讓這個圖呢 可以自帶 這篇文章的連結 所以我們到文章這邊 點文章連結就好了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標題 我們到內容 我們一樣呢 到動態標籤這邊 我們選擇文章連結 好所以 點了標題就會到這篇文章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按鈕 按鈕呢 我們一樣可以設定個動態標籤 一樣 讓它連到這篇文章 完成後呢 就可以點更新 接著呢我們可以點選一下 它上面呢 它這邊有一個區塊 叫做Safe and Back 就是它儲存了這個區塊 然後它回到它上一個 地方 好那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剛剛已經做好了 第一個區塊 這個就是山水旅館這邊 我們把這個板儲存了之後 我們回到上一層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上一層 它就會呢 透過你剛設計的這個板 幫你做出一模一樣的 它會都幫你抓出來 都用這個板去套用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工具名稱會叫做Loop Grid 的原因 這個就是 重複循環的意思 它會幫你 透過你製造出來 然後幫你循環你的內容 這樣子 當然我們也可以做 更不一樣的排版 比如說是左圖啊 右紋等等的形式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先點一下 發布 OK那接著我們再來 編輯一下當前這個頁面 我讓這個 Container 有點距離 上下編距呢 都有加80 接著呢我可以點一下下面的設定 我命名一下這個頁面的標題 我更改的頁面標題叫做 房型選擇 再來呢我可以到頁面佈局 我把它改成 全寬的形式 方便我們做設計 好完成後我們就點更新 再來呢我們回到Wordpress後台 前往到頁面 然後我們找到剛剛所 製作的 房型選擇 那我們點顯示 我們就會看到啊 目前 這個頁面就製作出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頁面有什麼能力 比如說 我點了這張圖片 他就直接進到這篇文章 然後會有標題啊跟相關的文章內文 再來我們可以看下一篇 我點點看 他有會抓下一篇的資料 那再來呢我們也可以前往到後台 我們繼續編輯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LoopGrid 的功能 它裡面有欄 目前是設定三欄 你可以讓它兩欄呈現 OK可以自己 去更改 然後 一頁要出現幾個 目前我們是設定六個 你也可以出現 三個 然後你是不是要讓他們都等高 如果想讓他們等高就可以把按鈕打開 然後查詢 是指你這篇文章啊 你想要抓什麼樣的東西進來 比如說目前他的來源就是抓文章 那當然還有像是商品 這之後我會再額外拍一部影片跟大家介紹 我們如何使用LoopGrid這個工具呢 去 製作商品列表頁 如果文章的話 你有指定的分類 你可以選擇項目 然後你在這邊輸入你想要的分類 他就會抓特定的分類進來了 好然後包括日期 還有排序等等都可以 再來是分頁的部分 如果你需要分頁的話 他有這邊一些形式 我們用頁數的方式呈現 OK他這邊就有數字出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調整他的樣式 比如說分頁的排版樣式 我先把間距抓多一點 然後旋庭你也可以更改他的顏色 比如說是滑上去 你想讓他變什麼顏色這樣子 好再來還有佈局 就是你這個區塊啊 你想要讓他怎麼樣的間距 完成後呢 我們就點下方的更新 再來呢我們可以再 點選一下 編輯這個Template 我們再來做一些樣式的優化 比如說我把 這邊的文字 我讓他小一點 有關於這個區塊 目前我們原來是抓 文章內容 那文章內容呢 是顯示所有的內容 那有時候可能會顯得過長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替換成 叫做文章摘要 把它拉進來 把這個用不到的刪掉 那這樣呢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俐落 他就會只顯示摘要的部分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點選儲存 儲存之後他就會應用在 其他的地方上 那完成後呢 我們就點選一下更新 更新完畢之後呢 你可以再回到前台 我們刷新一下頁面 OK 好那這個就是使用這個 Loop Grid的工具 我們來看一下 成果 目前呢我們 已經把 這個飯店 我們都分別把它列出來了 然後我們也有 分頁的功能 再來你可以再做一些樣式的調整 比如說你滑鼠滑上去 它會變淡的效果 有一些互動的感覺 然後標題也是 這樣子呢你的整個設計會變得更好 以上就是Loop Builder 這款小工具的使用方法 雖然目前仍屬於開發階段 但相信之後會越來越完善 如果你有遇到什麼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有關這部影片提到的資源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方便你前往喔 這裡是犬哥網站 我是犬哥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 拜拜